哥哥们上期故事咱们讲到我这刘汉当时和他的女朋友啊在这个珠宝店的掏选项链的时候呢 就被啊这陈红标给盯上了但是刘汉呢先前发现了陈红标在这镜子里边啊看见反光了 陈红标刚一掏枪刘汉呢他们就跑了 那么你看陈红标这边啊直到暴露自己了 这成都呢他不能呆了之后呢他就回到了香港 那你看呢确实有一个小兄弟被这个唐县兵啊一枪就给打倒了 之后呢也被带到了汉龙集团 通过这个小兄弟口中刘汉得知啊 这是大刘找的啊这14k然后呢要自己的命这边刘汉一看行大刘14k你们俩等着 但是这边啊这刘汉呢动不了大刘他知道大刘啊当时在香港的地位 但是他想想想我跟陈惠敏还是可以碰一碰的吗 这边把电话啊就打给这陈惠敏了陈惠敏这边就接了 哎你好哪位陈惠敏我是汉龙集团的刘汉 陈惠敏这边一看说哎呀刘总啊好长时间没有我打电话了 怎么今天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呢刘汉说 陈惠敏我与你往日无冤进入无仇 你手底下的兄弟来到成都要我的命 你看这个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陈惠敏说刘总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不懂你手底下是不是有个兄弟叫陈惠彪的 这当时在陈惠敏这边一看说对啊有啊 那是我们的14k的双花红棍之一 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你就明白了 好吗我等你的消息陈惠敏说行吧我要打个电话 随后陈惠敏把电话就打给陈惠彪了 而此时的陈惠彪已经到了深圳了准备从深圳上船 然后呢回到我这香港的这边陈惠彪一接电话 哎你好红彪汪哎呀大哥我问一下 你是不是到大陆去了啊我到成都来了 到成都去干什么我到成都啊做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大有人给我五百万 让我要一个汉龙集团老板刘翰那条腿 你不放肆吗啊你知道这刘翰是什么人呢 你知道他背后的高人是谁啊你怎么能要他的命令啊 刚才呀我刚起到刘翰的电话 你没把他怎么样吧我没打着啊还丢了一个兄弟 陈惠彪说行我知道了 随后陈惠彪这边把电话就打给刘翰了 这边刘翰姐你好 哎刘翰你看呢确实有什么回事 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帮派是干什么的 对不对眼睛给咱拿钱咱就办事 他事先也没有跟我说 对方是您如果要是您的话我绝对不让他去 行了刘翰我给您的说声对不起 刘翰这边一听那你一句话对不起就能了了吗 陈惠彪说那你还想怎么样呢 刘翰说你这样啊你身子到成都来给我道个歉 陈惠彪说你想多了 随后陈惠彪把电话就给挂了 那你看刘翰这边一看陈惠彪你也没拿我当过去 随后刘翰这边叫着自己的兄弟准备再度去香港找找陈惠彪 那你看汉哥这边马上给自己的兄弟打一个电话 带上二十来个兄弟直接从深圳坐船就到了香港 到香港在这个九龙湾下边有一个泰克酒吧 这就是陈惠彪开的酒吧 那你看刘维这边直接进了酒吧了 刘翰坐在自己这辆老死来自车上 给这块等着刘维他们一进酒吧酒吧里边是灯红酒绿人 当时也是不牢少刘维这边冲着胖胖就两枪 屋里边当时瞬间就炸营了 这当时你看这边一看说你找谁 这泰克酒吧有几个看厂子的兄弟也是14K的兄弟 从那边就处了刘维根本就不管那事 胖胖三枪直接用这兄弟巴就给打倒了 这当时这几个兄弟一看说你们干啥呀 刘维说马上给陈惠彪打电话就过来 这当时这几个小弟一看说你们是哪的 刘维说我们是汉龙集团的 就这么点这边把电话就打给陈惠敏了 陈惠敏这边一接说你好哪位 大哥我是这个泰克酒吧的 你赶紧过来吧 大龙那边有个汉龙集团的 带了二十来个人把咱酒吧给咋了 这陈惠敏这边一看这刘维根他妈是疯了 行了我知道了 陈惠敏马上召集这14K的兄弟将近了100名 就将刘维根本给围在这泰克酒吧的 当时刘维根本是这么想的 我必须把事情给你搞到了 你必须得给我道歉 直接被陈惠敏就给扣起来 陈惠敏直接跟刘维说 你是真他妈的不见观察不落泪 敢到我这块来咋场呢 刘维说你能不能让我打个电话 陈惠敏说你打吧 并说我不给你机会 今天你死都得死在香港 这边把电话就打给周公子了 周公子这边一接刘维 周公子我在香港被陈惠敏给扣起来 你把电话给陈惠敏 陈惠敏这边一接 周公子 陈惠敏刘维是我的兄弟 你敢扣他 我不管是谁的兄弟 知道吗 他砸了我的厂子 我今天得要他命 这当时周公子说行 你胆子真是太大了 随后周公子把电话挂了 通过香港的展门人 这人都没要出来 你看当时陈惠敏在香港地位 有多重重 这边实在是没办法 最后周大老板出面 找到了香港的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给陈惠敏打了一个电话 陈惠敏是乖乖给刘翰道了歉 并且给刘翰拿了经费 回到成都 而且这位老人还找到了大刘 大刘也给刘翰 到了见了 那么这位老人是谁 兄弟们你们知道吗 评论区打出来 有点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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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